来源 博海早报 记者 李深 新赛季CBA联赛即将正式拉开 战幕天津荣岗南岚将在10月21日 做振兴主场东立体育馆迎战青岛南岚 在展望新赛季时 球队主帅徐贵君以简单的三句话 概括了新赛季的要求 做好自己 放松心态 每一场全力以赴 他表示今年球队大胆启用新人 这对这些95后的年轻队员也是新的挑战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联赛中以好的表现帮助球队 同时 徐贵君还介绍了两名外援的融入情况 他说 两名外援对球队帮助很大 杰特去年和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 霍尔曼也是CBA的常客 并且来到天津队之后融入比较快 他们有的时候还可以客串教练的角色辅导年轻球员 这对球队与他们来说是一种双赢 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球队在新赛季能走得更远 上赛季天津南篮以第11位的排名结束了常规赛 征程本赛季CBA联赛季后赛名额从8个增加到10个 这项改革措施大大提高了天津南篮进军季后赛的可能 同时球队的新球场距离适去更近 也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前往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希望天津南篮将士们能在球迷的支持下以出测表现再度杀入季后赛